这种野菜 学名叫麻植馅 我们苏前当地呢叫麻鱼菜 菜肠也卖好几块钱 大家好 我是童光燦 今天呢 给大家的这个地理面拌来这个麻鱼菜 教大家呢 做个凉拌麻鱼菜 麻鱼菜好了压之后呢 一定要用清水干堵洗几遍 把里面捏干干净净的 裹了一半的水烧开以后 把洗干净的麻鱼菜下去把它烫一下 记住一点 烫的时间不要太长 砍水下去 跟它反弹个梗头都差不多 如果说烫糯的话 拌出来都糖粘腺啊 看着不好看 烫好以后 放置它糯了 立马一块倒出来 放在这个饼水中过凉 随后用手 把里面的水给它挤干净 再用菜刀 给它适当的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呢 给它放在喷种 加一点提前蘸好的蒜泥 蒜泥呢 有增加蒜香味 还有杀菌小豆的效果 调味 咱们放在腌 增加底味 再来少许的味精 增加限度 怕吃味精 中度的可以补给 一定要稍微的加点醋好 有开胃增酸的效果 最后再放点酱油 再用泥着轻浓的手揉 给它转拌均匀 喜欢吃香菜的呢 可以放点香菜 这样一道凉拌野菜 马尺线就直到完成了 这道菜呢 在种椅上讲究 由止解 止疼 清热 解毒的效果 夏天的时候呢 弄点啤酒 拌点这个凉菜 吃的怪好 消费的朋友呢 给我点个赞 记住了我是劝王这期的主播